婚姻不是注重于年龄 而是注重于你找不找到对的人 让你往后一生都很安心很开心 我爸有讲过一句话吗 听老婆话会发达吗 那你早点听早点发达不就好了吗 说起新墨瑶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她是一位超模 并且本身也拥有着精致的面容 加好的气质以及出众的身材 因此呢备受大家的喜欢和关注 所以新墨瑶在娱乐圈中的知名度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关于她的很多事情 不管是事业还是爱情家庭等等 大家也都是非常的了解 大家都知道新墨瑶和何游君 当初的感情非常甜蜜 两个人的感情发展也十分迅速 在一起没有多久就高调求婚 并且很快就结婚 婚后三个多月 新墨瑶毕业生下了自己的儿子 取名为何广生 据悉这个名字是其公公取的 而且一家人都对这个孩子很重视 如今新墨瑶已经成功生下儿子 作为超级名模的她 平常可是十分注重身材的 可是生完孩子之后的身材呢 一定会有影响 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婆婆竟然又提出了一个要求 她希望新墨瑶最少生三个孩子 哪怕是生个足球队也行啊 对于这样的要求 作为老公的何游君也是赞同的 但是大家想想估计听到这个消息 新墨瑶的内心应该是非常纠结的吧 毕竟自己刚刚生下孩子不久 婆婆和老公就给出这样的难题 这也是让人很意外 而最近新墨瑶和何游君呢 一起录制的幸福三重奏 真人秀节目 通过看到他们两个人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日常 她感受到了富贵人家到底是怎么样的生活 原来在家里面 他们真的什么活都不用干 而且也不会 平时吃穿用度都非常的奢侈 买东西更是大手大脚的 即使来录节目 新墨瑶都忍不住在网上疯狂的购物 在节目当中 大家都能够见到她来回拿快递的情景 在节目中西墨瑶第一次来到于谦家里面做客 而看到于谦家的厨房有一个农村当大柴火锅的时候 她立马就表现出了非常好奇 然后围着锅台各种看 而且对于新墨瑶的一些灵魂发问呢 也直接把于谦给问懵了呢 新墨瑶见到这种大锅台之后就表示 这是真的吗 自己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锅 还表示这锅要怎么烧火呀 听到新墨瑶的这些问题 真是让人觉得她傻得可爱 今日新墨瑶在微博上官宣二台生女 扎出了一家四口的第一张家庭合照 大手包裹着小手看起来十分温馨 三年之内儿女双全挫身一个好字 让身为爸爸的何游君激动不已 跟新墨瑶生第一台的时候相比 这次梁安琪似乎淡定了很多 当时新墨瑶生下儿子 梁安琪在医院门口接受采访的时候 叫啊笑的哟合不拢嘴 还说了很多话 更是给新墨瑶和何游君送了一套价值五亿的房产 这次新墨瑶生下女儿梁安琪就光说希望小朋友开心 没有提礼物的事情 网友都评论说爱太真实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